原警持盾牌 小心翼翼的靠近南投這家汽車旅館 他們要面對的是持槍的毒品通緝犯 更是車禍造討嫌犯 林際嫌犯低頭不發 一語他被歹失 身上還搜到手槍一把跟9顆子彈 因為毒品被通緝的他 到處躲藏的原因就是撞死人還跑掉 這個月十二號 一名機車騎士被嫌犯開車撞上 當場噴飛倒地不起 頭部受到重創 爐內出血 搶救六天後不治 家屬悲痛萬分 更可惡的是 嫌犯沒有停下查看 車頭還卡著死者的機車 拖醒四公里 機車起火燃燒 燒成了骨架 嫌犯開的轎車 也因為機車燃燒 跟著起火不能開 他乾脆下車逃跑 讓家屬無法接受 因為我兒子挺乖 他很孝順 他還有一個小兒子要養 警方調閱上百支監視器 鎖定嫌犯 事發七天後到南投逮人 嫌犯可惡 囂張的行為 家屬完全不能原諒 毒品通緝犯 開車撞死人 家屬質疑 他可能獨家 現在他逃了多天落網 更是要釐清真相 家屬希望重重判刑 為無辜死者討回公道 三星有料高雄鼓仙 嘉屿報導